天下没有不能回收的东西 这是美国一家环保回收公司的口号 这家公司专说大家认为不能再回收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就回收烟蒂 摇身一变 制作成胶花水壶 洋芋片的包装纸 则可以做成包包跟西装外套 各种别出新材的创意 让这家公司的再生商品大卖 今年才32岁的创办人 当初只用了几万块美金创业 如今年一收已经超过1300万美金 天下没有不能回收的东西 这是美国环保回收公司 TiroCycle所达出来的口号 就算是丢在地上的烟蒂 他们也能通通搜集起来 做成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 你可以开始放在这边 什么是这种兴趣的机器 这是把你的包装放在肩膀的形状 放在肩膀的形状 腦人的烟屁股最后变成了焦花水壶 像这样令人惊艳的创意 这家公司里到处都是 不要的牙膏条 裁缝一下就变成了笔带 洋芋片的包装纸 可以做成帽子 提带 甚至是一件西装外套 小学生喝完的饮料真空包 也能拿来做书包 环保再生产品向来给人一种 品质是其次 心意最重要的感觉 但TerraCycle的再生商品 却颠覆了大家的印象 他们的商品不但保有品质 还兼具流行文化的时尚感 TerraCycle的商品十分热销 在短短6年之间 销售量就从每年7万7千块美金 增加到了1350万美金 但弱水3000只取一瓢瓶 创办人坚持 公司只拿年营收的1% 其他全数捐给慈善机构 目前TerraCycle在全球 有9万个回收点 帮忙回收的机构 或者是个人 都能拿到回收奖励金 这个图书馆就是 其中一个回收站 人们把货帽子 我们把货帽子给TerraCycle 送给我们一个货帽 所以我们要赚10、20 甚至100多元 帮这个货帽子 那会返回公司的历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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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返回公司的货帽子 我们使用所有的货帽子 我们用来购买 书类货帽子 TerraCycle还拥有一座 大型的加工工厂 回收资源送来这里 裁切成小块的尺寸 然后再经过化学加工 最后生产出如米粒般大小的塑胶颗粒 然后卖给其他公司 当成商品的原料 TerraCycle能够如此的成功 最重要的因素 是回收商品的创意发想 例如怎么把咖啡胶囊 做成别致的手环 破纸盒变身成漂亮的回收箱等等 公司的创意部门 把废物变黄金 脑力激荡的过程 令人好奇 就连电视公司都找上门 和他们合作 拍摄实镜秀节目 我们也会获得一些 酷的产品 因为这节目是 在一场货币的 是一场货币的 它叫TerraCycle TerraCycle的创办人 史杂奇 26岁就创立了公司 从几万块的投资 摇身变成 营收千万美金的企业 各家媒体也争相访问 想请他分享 做环保出头天的经验 史杂奇说 他的成功秘诀 其实很简单 TBBS新闻 总和报道